我们在学习了这个财务评价的基本的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呢 我们想通过一个案例的演示呢 帮助大家去完成这样的一个财务评价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流程 这些操作 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演示呢 希望同学们对财务评价的相关的方法 以及评价的流程呢 有一个全面的应用的掌握 那么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 我们将给大家展示的这个案例 这个案例呢 就是说他给出来的这个基本的素材呢 是包括某一个建设项目 他在建设期以及生产经营期呢 相关的工程经济要素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案例中的建设期的工程经济要素的情况 那么大家可以回忆一下 我们在讲工程经济要素的时候呢 我们提到了工程项目的建设期的工程经济要素呢 通常情况下指的是这个项目的总投资 那么在我们举的这个案例里头 它的总投资是怎样的呢 也就是说这个项目的建设期啊 假设是两年 它整个的运营期呢是七年 那么整个项目的计算期呢 就是建设期加运营期 一共是九年 那么在这个九年的期间里头呢 有两年是建设 其中在这个建设期里头呢 我们假设啊 它的这个建设投资 含有利息的建设投资呢 是八百万元 并且呢 这个八百万元呢 全部形成了固定资产 同时我们假设 固定资产的使用年限呢 是十年 期末之后的残值呢 是五十万元 那么对于固定资产呢 在生产经济期的择救计算呢 我们采用的是直线法择救 这是关于建设期的建设项目 投资的这个工程经济要素 基本概况 那么项目在这个建设过程中呢 要产生相应的融资 那么这个案例的 在建设期的融资情况呢 是这样的 也就是说我们项目建设期是两年 第一年这个项目就要投入 它自己的资本金呢 三百八十万元 在建设期的第二年呢 那么它的缺口资金呢 是建设投资的缺口资金是四百万元 这个呢 我们全部从银行借款 那么这个贷款利率呢 我们假设为百分之十 并且在五年之内啊 生产经济期内 五年的生产经济期内呢 等额本金的方式来进行偿还 那么建设期完成之后呢 项目在生产经济期的头一年 也就是说整个项目计算期的第三年呢 就要投入两百万元的资金呢 作为流动资金 其中在这个流动资金里头呢 有一百万元是借款 假设它的贷款利率呢 是百分之八点九 那么这是我们说的项目在建设期 它的建设投资的要素 流动资金要素 以及项目在建设期的融资情况的一个假设 那么项目建设期完成之后呢 它进入到生产经营期的工程经济要素 是怎样的呢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 也就是在运营期呢 我们假设这个项目的正常生产年份的销售收入呢 是七百万元 其中在这个销售收入里头呢 我们要分配的经营成本呢 是三百万元 销售税金及附加呢 我们假设为销售收入的百分之六 那么所得税税率呢 是百分之二十五 如果我们假设行业基准折现率啊 收益率呢 为百分之十 这是我们关于销售收入 这个工程经济要素的一个相应的资料 那么同时 另外我们假设这个项目在投产的第一年 也就是它计算期的第三年 它的生产能力呢 达到了百分之七十 那么为了我们这个整个计算的结果呢 相对简化 那我们假设啊 假设这个销售收入 经营成本 以及我们总成本费用啊 均按照正常年份的百分之七十来计算 那么到了这个生产经营期的第二年啊 也就是投产期的第二年呢 这个项目就达到正常的设计生产能力 也就是百分之一百的生产能力 它的销售收入 哎 经营成本 总成本费用这些指标呢 就回到正常的生产经营年份的数值 那么以上呢 就是这个案例呢 我们给出来的工程经济的基本要素 分成了两个阶段 建设机以及生产经济 那么问题是在于 我们怎么根据我们给出来的工程经济要素 按照财务评价的方法 给出这一个案例的综合评价的结果 来判定 哎 这个项目它是不是具有投资的可行性 那么这个整个过程的展示呢 我们将通过Excel表计算的方式呢 展示给大家 希望大家通过我们对这个案例的展示 学习到财务评价的集成化的流程 以及它整体的运营的思路 那么我们向大家呢 完整的展示 我们给出的这个案例呢 整个财务评价的计算过程 那么这个财务评价的计算过程呢 我们想通过Excel表计算的方式呢 来进行展示 首先第一个我们说了 就是说在我们的工程经济分析里头呢 我们需要去知道 这个工程经济的基本报表 以及它相应的指标 那么我们在前面讲过 工程经济分析的财务评价的基本报表 有几个类型 那么这些基本报表的数据呢 它是要通过工程经济的基本要素表来进行展示 因此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最底下这些表 那么前面的这些表格呢 比如说建设投资表 建设期利息比赚表 流动资金比赚表 投资计划与资金投作表 以及项目投资表 营业收入表 总成本费用表 以及后面等等的这些表格呀 它主要就是说 你看 下面还有很多的表格 那么这些表格呢 到这个位置 到工资级福利费表呢 这前面这些表呢 就是我们说的工程经济的基本要素表 那么从项目投资的现金流量表开始呢 后面的表格呢 就是我们说的财务评价的基本报表 那么通过一个案例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表啊 这些表格呢 应该怎样来进行填写 并且呢 达到财务评价的目的 那么根据这个案例的 已知的工程经济的数据呢 我们知道 这个项目的建设投资呢 是780万元 那么中间这些数据呢 它是来计算啊 建设投资的这个主要的这个科目 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说一个建设投资组算呢 根据我们在工程经济基本要素里的内涵呢 从这个表的左侧的这个财务科目画风里头呢 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建设投资包括工程费 工程建设其他费 以及预备费三个部分 那么这个项目呢 简化了啊 并没有让你去计算这种时间的数据啊 是直接告诉你说建设投资呢 是第一年380万 第二年是400万 因此它的建设投资的总额是多少呢 是780万 我们只要填到相应的合计的这个列里头就OK了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要填一个780万 那么这是关于建设投资 我们就把这张表呢填完了 那么大家在学习财务分析的时候呀 一定要注意观察每一张表格里头 它的这个名称的啊 费用名称的相应的组成 第二个呢 就是说我们要把我们收集到了 基本的工程经济要素数据啊 填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上啊 比如说这个它的总共的建设投资是780万 我们就需要把它填到这个位置上啊 就是我们看到了这个位置上 780万 这是第一张建设投资的股算表 那么我们说了 这个项目呢 就是在整个项目的投资测算完成之后呢 它觉得这个项目呢 需要进行一些借款的完成 所以说呢 我们需要来为这个投资啊 计算它在整个建设期内的 借款说产生的成本 就是我们说的建设期利息的股算表 那么这个项目的建设期呢 一共是两年 所以说那么我们填这个表当的时候呢 首先要去确定建设期的长短 那么在这里头呢 我们填到了三 问题呢 就是说我们可以确定 第三年年初的借款 以便于负免在进行运营期的利息计算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它的年初欠款的总额的数量是多少 那么建设期利息表呢 我们进行我们观察一下它的表头 那么这里头呢 我们给出了两种不同形式的借款方式 一个是长期借款的 这个就是资金成本的这个计算的一个格式 那么也有一个债券的 对于这个项目来说呢 我们只有一笔借款的融资 因此我们只需要填上半部分 也就是说它建设期利息计算表啊 也就是说我们要填这一个部分 那么填这个部分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什么呢 需要根据我们项目的实际的融资情况 来进行填写 那么这个项目是这样 就是说它的这个建设期利息计算呢 是说用它的这个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 我们在建设期利息计算的时候呢 我们讲过一个公式 那么它是用期出欠款 与当期欠款一半来进行计息的 那么我们看一下 就是说根据这个题目 给出来的这个数据 它的这个建设期利息的利率的取值是多少呢 是一个贷款利率是10% 因此呢 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呢 写一个10% 来提醒自己说 这个借款利息的计算的利率呢 是一个10%的利率 那么我们看一下就是说 我们最终呢 是要来来获取啊 获取在这个项目的建设期两年 它的这个建设期两年里面啊 这个建设期利息是多少 对吧 这就是我们要在这张表里头 要完成的相应的数据 那么我们根据啊 建设期利息计算的公式呢 我们需要知道它的期出欠款 那么我们根据我们给出的案例的资料呢 这个项目的第一年的期出欠款呢 它第一年是没有欠款的啊 因此它的期出欠款呢 肯定是第一年年出欠款呢 肯定是零 那当期借款呢 也是零 那么它的当期应计利息呢 我们可以用一个标准的公式来进行计算 当然本身来说呢 它是零啊 但是呢 那我们在填一次要表的时候呢 我们为了规范啊 我们还是把它这个 当期的应计利息呢 做一个计算 那么根据建设期利息计算的公式呢 它就应该等于我们的期出欠款 期出欠款 我们在这个地方加一个括号啊 那么加上 它的当期借款的一半 这是建设期利息计算的公式 然后呢 乘以 乘以 它的这个利息利率 乘以它的利率 那么这是 我们说的这个 第一年的啊 第一年的建设期的利息啊 就是我们说的 它这个当期的建设期利息是多少呢 就根据这个公式来进行计算 那么因为这个利息呢 在未来的时间内呢 不会不会变 因此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利息呢 做一个注定啊 我们把这个利率固定下来呢 在Excel里头呢 我们可以用美元符号啊 把它做一个地址固定啊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前面呢 就加上一个$号 那么就做了一个地址固定 那么以后呢 你就不会变了 你看 我们算出来 你看它这个利率呢 利息呢 的的确确是等于0的 那么期末的这个借款的余额呢 应该等于什么呢 等于我们的期出欠款啊 期出的欠款 加上 加上 我们的当期借款 再加上我们的当期利息 那么这个计算呢 是有一个假设 假设是什么呢 就是说 像我们在建设期啊 只借款 不还款 所以说呢 它在期末的欠款 当然就是你们期出欠款 加上一个当期借款 再加上一个当期的应付利息 那么就是它的合计 那么因为这个项目里头呢 就是说 它的其他融资费呢 不存在啊 就假设不存在 所以说是0 那么最后呢 我们得到这一年 这一年 它的这个实际上的资金 第一年实际上的资金成本 资金占用的成本呢 就应该是等于1.1 1.1 就是这个建设期利息 加上这个1.2 融资费用之和 那么这个1.1什么呢 就是建设期利息吧 就建设利息 就是指的我们的1.1.3 这个当期的应付利息 就指的是这个 那么就可以得到 这个第一年的 最第一年的 关于这个建设期借口 相应的利息计算 那么因为第一年呢 它没有借款发生 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值呢 都是一圈圈零了 那么到了第二年呢 它就会有相应的借款了 第二年的 这个第二年的 期数借款余额是多少呢 就是第二年年初借款的余额呢 就等于第一年年末 第一年年末 第一年年末 这个位置上啊 它的这个借款 就是这是第一 第二年年初 就相当于第一年年末 那么这个第二年年初的 欠款值呢 就是这么多了 那么在第二年呢 我们根据你就知道说 这个第二年的当期借款呢 是400 400 那么把它填到第二年的 当期借款上 那么有了这个之后呢 我们根据我们的计算公式呢 就可以来去计算 第这一年的啊 全部的借款利息 那么在XR里头呢 我们可以通过复制的方式啊 把它往后一挥 一拉 这个利息计算就出来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公式 那比例确实是我们的期出欠款 加上当次借款的一半 然后就乘以我们的固定利率 就可以得到我们第二年的借款利息 那么同样啊 我们可以采用服务的方式呢 去得到 哎 现在这利息是多少呢 把它拖一下啊 拖一下 要非常准确的拖啊 因为这个计算机呢 它是有点死板的啊 你一定要指挥得当 要不然它就给你算错了 哎 你看 这就是加在一起 对吧 哎 它的这个 整个这个第二年结束之后 它的这个连本带利的 欠款额度是多少啊 420万啊 那么融资费用是零 这些呢 我们都可以拖过来之后呢 进行一个复制 包括 那么到了第三年的 这个年初的欠款的 累计额度是多少呢 哎 我们也可以做一个复制 那应该是420 如果这是420 哎 等一下 我们就填对了 好 这是关于这个 这个项目的啊 建设期的利息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的建设期利息的合计是多少呢 就是这一横行 那么我们在填成 全表格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把它每一行啊 每一行做一个合计 这个合计呢 很简单 就是把它加在一起 我们可以用工资呢 我们也可以一个一个加 就是做一个加法 还有几个呢 你就加几个 就是我们说的 这个这是它的利息合计啊 然后你的这个机会借款呢 我们就不需要算啊 因此类似呢 我们就可以算得出来啊 哎 这个项目的建设期呢 它的利息总共是多少呀 就是这个20万 那么底下的这个部分呢 大家也可以根据相应的公司呢 做一个填写 因为因为我们没有债券这个部分 所以说底下这个计算呢 在这个项目里面呢 也不是特别的必要了啊 我们有这个计算就会 那么这是关于项目融资之后 对吧 那么它就会在建设期产生一个利息 这是关于建设期的建设期利息 这个公司经济要素的一个计算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在建设期的另外一个公司经济要素呢 就是流动资金的股算 流动资金股算呢 是这样 就是说它等于流动资产减去流动负债 这个是完全是用详细股算的方式 来进行列表的 那么对于这个项目来说呢 它提到了 就是说这个项目呀 它是在生产基因期的那一年 计算期结束 生产基因这年 也就是说第三年呀 我们投入流动资金200万元 那么也就是说第三年呢 是一个200万元的流动资金 也就是200万元 200万元 这个200万元的计算呢 实际上它是在你的这个第三年投资200万呀 与上一年投资额的差值来计算 因为我们上一年第三年之前呀都是零 所以说那岂不是你在第三年就会有一个200万的当期增加 那么我们后面来计算的时候呢 我们用的实际上是流动资金的当期的增加额 那么这样呢 我们就把这个项目的 这个项目的在三个建设期的工程经济要素表呢 就算填完了啊 根据我们给的资料就算填完了 那么不同的项目呢 计算这三个工程经济要素的方式呢 可能有一些差别 这个呢 大家在遇到具体项目的时候呢 要进行一些具体的分析 那么另外一张呢 非常重要的表呢 就是投资计划与基金策措表 这张表是用来综合反映这个项目 对总投资的资金策措的这个资金来源的 那么这张表呢 我们可以根据这个项目相应的资料呢 进行一个填写 那么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说 在这个项目里头呢 我们把总投资呀 分成了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呢 就是你的资本金部分 另外一个部分呢 就是你的债务资金的部分 那么我们要求你筹筑的资金呀 和你实际上要投入到这个项目资金的总额呀 两个要相等 要相等 那么这个呢 大家可以根据我们这个项目给的实际情况呢 做一个填写 你比如说这个项目 它的这个第一年的资本金呢 我们根据给出的案例的资料呢 知道它的资本金呢 是380万 而这380万呢 就全部用来做了这个项目的建设投资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 就应该是380万 380万 那么我们并没有拿资本金呢 来去做资本金 来去做流动资金 以及建设器利息的这个分配 所以说呢 这个资本金呢 就是380 那么这个380呢 就是我们说的资本金用于建设投资的部分 那么到了第二年呢 它的资本金投入是多少呢 这个资本金投入呢 就是零 因为它的建设投资 它全部都用来做了借款啊 就是建设投资的在第二年缺口呢 都是通过借款的方式来进行的 所以说 那么这个第二年的投入呢 建设投资投资投资400万呀 它是通过借款的方式来做的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 就是400万 那么这是建设投资 那么我们知道就是说 在这个资本金里头呢 在第二年呢 它还有一个建设器利息的借款 这个借款呢 是根据前面的计算结果呢 是20万 在前面那张表里头算过了 20万 那么这样呢 就是说我们知道了 这个项目整体的人机情况呢 那么我们可以利息的 把相应的这个科目做一个计算 比如说建设项目的总投资 它就去本预 你加这些加在一起了 建设投资 加上一个利息 再去加上一个流动资 每一年的资算公司都是一样的 是吧 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托勒 那么建设投资呢 也是这样 就是说 它这个项目的建设投资 第一年呢 是380万元 这个呢 我们并没有 前面没有分开 这里是分开了 这个第二年呢 是400啊 按照这个投资年度来 进行建设投资的分配 那么这是关于它的建设投资 那么建设期利息这块呢 我们是用了一个贷款啊 借款 就是20万元的建设期利息的借款 这个是用一个 债务资金的方式来进行完成的 所以它的这个建设期利息呢 是20万 那么流动资金呢 是在第三年啊 以200万的形式呢 通过融资啊 或者是自有资金的方式呢 来进行投入了啊 这个就是200万 这是我们啊 通过前面的工程经营要素表啊 可以填出来的相关的数据 那么当然你也可以去做一个链接啊 我们可以这样等于之后呢 去找流动资金表里头啊 因为这个比较简单呢 我就直接做一个链接 那么我们看一下 就是说这个资金筹措的这个部分 资金筹措的这个部分呢 它是等于我们的资本金 加上一个我们的债务资金 以及我们的其他资金 就构成了这个项目的资金筹措 它是由三个部分出行的 就是三个部分出行的啊 就是再来检查一下啊 要加上一个其他部分的资金 它是等于我们的资本金 加上一个债务资金 再加上一个其他资金 是三个部分组成的啊 每一年的这个组成的工程呢 都是相同的 那么这个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2.1啊 这个资本金部分 这个资本金部分呢 它就等于下面的 点1点2点3的合计啊 也就是说你的项目资本金 都花在哪里了呢呀 花在第一项建设投资了 花在第二项邮动基金了 花在第三项建设基金的支出了 它没有呢 就是零了 然后直接的啊 拖过来之后 它就可以帮我们做一个计算 那么同样的债务资金呢 它的这个花费呢 也是在这三个方面啊 这三个方面 总之就是围绕着我们说的建设期的工程经济要素来走的啊 那么也可以得到这样的 那么从这个里头呢 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啊 也就是说你这个项目里头 它的这个资金筹策呢 情况建设期是这样啊 我们看一下资本金这个这个流动资金这个部分呢 我们没有填写啊 我们来做一个点击 也就是说那么在资本金里头呢 它提到了有100万啊 100万的哎 有种资金 然后呢 还有100万的借款资金 哎 这样我们填完之后 你发现了没有 这个地方就变成了200万 哎 因为我们给了相应最上的东西 这样就是说你在电脑里头填呢 它就很方便 那么我们把这个资金啊 做一个合计啊 比如说我们算一下它总投资 等于我们这三年的投资的总额 当然你也可以纵向来加啊 我们加一个很像的资金 那么总额是多少呢 就是这么多了 1000万 那么我们筹筑的资金是多少呢 哎 也是三年的合计 然后我们也可以把它做一个相应的 平年 哎 相加 加上之后应该是多少呀 哎 也是1000万 哎 那么当这两个资金啊 相等的时候 哎 就证明你的投资计划和你的资金错错呀 是正确的 那么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你建设区啊 需要1000万元 你确实能够通过资本金啊 债务金呢 就获得这1000万 所以检查这张表是否填对的呢 就是来看这两个数据 这两个数据 它是不是相等的 这是关于这个项目的投资计划 与资金错错 那么有了这样一些前提数据之后呢 我们同样可以来 换 填取这个总投资表 那这个总投资表呢 就跟我们刚才 那个总投资表呢 是一样的啊 一样的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链接的方式呢 直接给它一个 底下这个呢 我就故意这一个填了啊 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链接的方式呢 去得到一个这个相应的表格 那么在这个表里头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有一个链接 对吧 但是这个地方是零啊 零的原因是因为呢 我们在这个前端的时候呀 你又给它数据 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数据啊 给它像横向加个总啊 把这个拖一下啊 那么它的后端呢 在这个项目总投资表里头呢 咦 你看 它就有相应的数据了 为什么呢 原因是因为我在这个地方 做了一个 表格链接 表格链接 那么大家也可以采用这种方式呢 做一个链接 来把前面的数据 直接链接过来之后 咦 我们看这个项目的总投资呢 就是这么多了 一千万 这是关于这个建设期的啊 建设期的三个工程经济要素的 这个表格的填写 那么进入到生产经营期之后呢 有两个主重要的表 一个就是营业收入 移税金表 另外一个表呢 就是总成本费用股算表 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生产经营期的 工程经济要素的表格 那么我们看一下就是说 在填这个表格的时候呢 首先第一个 我们必须要给一个 这个表格的 它的计算期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项目呢 它的这个生产经营期呢 一共是九年 是从这个项目的第三年开始 前两年呢 就是它的建设期了 第三年开始到第九年 这个阶段呀 就是这个项目的生产经营期 所以说 那么因为它是生产经营期的 消息收入是生产经营期的 工程经营要素表 所以我们在前计算期的时候呀 只需要填它的生产经营期就好了 那么在这里头呢 我们通常情况下呢 可以根据某个项目说 生产的产品的类型 来填它的销售收入 就是说 因为这个项目呢 比较简单 我们给的案例很简单 是吧 它就直接告诉了你的营业收入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填几 但是需要提醒大家呢 就是说 在这个项目里头呢 它说第三年呀 是一个试生产经营期 它的这个销售收入 只有正常年份的70% 因此第三年的销售收入呀 它就应该等于 我们正常生产年份的700万 去存上一个70% 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计算 这是关于第三年的啊 就是说要把一个正确的数字 点到正确的位置上 那么到了第四年呢 后面的年份呢 就进入到正常生产年份了 我们就给它一个700% 那么因为后面跟它相同了啊 我们就直接通过 有这样的这样一个功能 多一点 就可以得到 我们的这个销售收入呢 这是相同的 那么在这个营业收入 及税金股算表里头呢 除了填营业收入以外呢 我们还需要填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它的税金及付加费 这个税金及付加费呢 我们这个案例呢 也很简单啊 它说这个税金及付加费是什么呀 就是等于 你的销售收入 乘上 相应的 税金的曲率 我们说是销售收入的6%啊 我们只要输一个6% 然后我们做了个简化啊 但实际项目计算的时候呀 它 它要 要根据这个实际数据啊 来进行相应的计算 那么 嗯 我们 遇到实际项目的时候呢 可以做一个适当的调整 这个案例呢 主要是来演示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做了一些简化 那么同样呢 因为它跟这个公式是相同的啊 都是这个销售收入的6% 所以说呢 我们可以把它往后拖 那么它就会把这个表格里头的 所有的税金的付加费啊 给你做一个自算啊 就算出来了 那么剩下的部分呢 因为这个项目中没有数据呢 我们就做了给你写了 这个是生产经营期的销售收入 这个公众经营要素的表啊 非常重要 那么我们看就是说 在取得销售收入之后 这个同时呢 我们需要一个生产经营期的支出 对吧 就是我们说的总成本费用表 那么在这个项目里头呢 同样就是总成本费用表呢 它也是从生产经营期的 第一年 也就是整个建设期结束之后 这个项目的第三年到第九年结束啊 第九年结束 我们多余的部分呢 在其项目上 我们可以做一个删除 这样看起来比较完整 那么我们说这个项目呀 它的这个经营成本是多少呢 说第三年的经营成本呀 也是这样啊 它是正常经营成本的70% 所以它就等于这个300 去乘上一个70% 这是在试生产经营期的这一年 它的经营成本 那么后面进入到正常生产年份之后呢 它就是都是300了 我们就可以直接填上去 然后 这种功能呢 就需要逐个的来填了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 那么我们说在总成本 并且成本里头呀 除了基因成本以外呢 还有折旧 摊销 利息支出 我们把它加起来之后呢 才是总成本的 那么底下这三项呢 我们就需要依赖三个不同的表格 来进行相应的计算 那么首先第一个 我们看折旧与贪消费的股算表 我们在后面去找 这个表格呢 找一个折旧与贪消费的股算表 那么根据这个题的例子呢 说这个项目呀 我们说 它的这个固定资产原值是多少呢 它说是含有建设期利息在内的 建设投资的总额是800万元 这个呢 就是它的固定资产原值 总额呢 是800万元 我们在这个地方填个800万 一定要填一个正确的数字 在这个上面 800万元 那么我们看一下 这个项目的折旧率 折旧率是多少 那么我们可以计算它的折旧率呢 也可以啊 就是直接来计算它的这个 年折旧费的额度 那么这个折旧率的计算呢 根据折旧率计算的公式啊 根据折旧率计算公式 它就应该等于 等于这个一减去 它的残值率 这个项目的残值呢 它说是50万元 那么因为它没有告诉你残值率了啊 我们当然可以做一个计算 就是50万 50万 除以 那么 它的总额值是多少呢 800万 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的残值率 一减去残值率 好 再去除以它的折旧年限 这个项目的折旧年限是多少呀 是10年啊 法定的折旧年限是10年 除以 那么通过这个公式呢 我们就可以记算 这个项目的年折旧率呢 就是0点 那么我们用它的年折旧率 去乘以它的固定性的原值 就可以得到它的年平均的折旧费 就等于800去乘上一个折旧率 就可以得到 它的年平均的折旧额呀 就是75万 因为每一年都是相同的 对吧 除以说 那我们就可以等于前面一个数字 然后把它 诶 等一下 整个项目在 运停期的7年里头 诶 它的这个年平均折旧额呢 每一年都是这么多了 那么到了第三年年末 它的这个固定资产净值是多少呢 就是它的年租的固定资产额度呀 去减掉它折旧过的额度 就是它的这个第三年的净值 就是721万 那么到了第四年的净值呢 是等于什么呀 第三年的原值去减掉第四年折旧了的 A520年年末的净值 那么依靠 以此类推啊 我们就可以得到整个项目在整个运营期结束之后 A 它的这个固定资产净值就是这个值啊 275.1年 那么这个值呢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整个项目通过 这个固定资产在整个运营期 71年折旧结束之后 它的固定资产净值 就是270万 那么在这个折旧费计算表里头呢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去获取 如年获取啊 这个项目的折旧费 那么对于这个摊要费计算和 就是我们无形资产和地形资产摊要费计算呢 这个项目里头呢 并没有相关的数目 所以说呢我不需要来进行计算 嗯 根据要根据项目数据情况来 填写 这个表格中的相应的数据 它是来帮助我们完成 相应的公平经济基本要素的计算的 这些关于折旧费的计算 那么折旧费计算出来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我们计算出来折旧费呢 填到这张总成本费用表里 大家在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啊 我们在引用表格中数据的时候 特别强调 一定要先写等号 等号 然后呢我们去点 我们刚才说的折旧费计算表里的年折旧额 然后在这个表里头啊 在这个折旧费语它要在股算表里头打个勾 这个数据就会回到我们要链接的这个表格里头 那么如果我刚才那个操作过程 你有一丝丝没做对啊 这个问题呢就麻烦了啊 所以说那么大家可以多次练习来去巩固这个操作的过程 那么我们把它拖长之后呢 哎就可以把对面这个表格里头的数据 你看啊 对面这个表格里头的数据啊 我们列印这个表格里头的数据 逐个的把它提取到我们要的总成本费用表里头 那么参加费没有呢是零啊 这里中呢我们就不需要填写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利息支出 利息支出呢同样啊 我们也需要一张利息支出的计算表 那么这张表呢是在整个表群表的最后面 那么说了这个项目的这个融资情况是这样的 就是说我们采用的还款方式呢 是一个啊 等额本金法的等额本金法的还款方式啊 等额本金法的还款方式 这个表呢 我相信就是说大家并不陌生 我们在讲总成本费用的建设期借款 利息支出的数量 我们是讲过这张表的 首先我们确定一下 就是说这个项目的还款支线一共有多长呢 一共有五年啊 根据合同规定 它是五年等额本金偿还 那么也就是说 从它的生产经营期的第一年开始 三四五六七 我们只要在第七年年末呢 要连本带利的还 我们的这个相应的借款 所以说那么这个八九呢 这个项目的事情呢 我们就可以不要啊 就是说到第七年年末 我们就连本带利的把它还完了 那么我们看一下 就是说对于这个建设期借款啊 它的这个利率是多少呢 前面我们说过了啊 建设期的这个长期借款的利率呢 是一个百分之十的利率 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给它啊 提醒自己 那是一个百分之十的借款利率 那么第三年年初的借款额是多少呢 这个我们在前面的建设期利息股算表里头呢 是计算过了的 所以我们可以点到建设期利息股算表里头 第三年的年初的借款 我们打个勾 它就是四百二十万就带过来了 也就是说第三年年初呀 你这个长期借款的额度是多少呀 四百二十万 四百二十万 那么我们用的是等额本金法 所以说呢 我们在进行这个利息计算的时候呢 我们要先算还本额 这个还本额我们是可以确定的 你的期出借款额度是这么多 四百二十万除以你五年内等额 本金偿还 每一年的还本额度是相同的 都是八十四万 后面依此相同 每一年等额本金 就是我们可以确定的额度条件 那么利息呢 就是说当年还的利息是多少呢 是它的年初欠款 加上 存上它的利率 存上它的这个借款利率 百分之十 这就是我们说的 它这个当期的应季的应付的利息 那么我们把我们还的本金 利息相加就可以得到我们的 还本付息额 八十四万加上一个付息 就可以得到我们的当期还本付息 那么在第三年年末的最后的欠款是多少呀 那就是第三年年初的欠款 去减去它当期的还本额 就是我们还欠的本金额度呢 就是三百三十六 那么到了第四年的年初呢 就相当于第三年的年末 就是把它链接过来 那么这个公式呢 是一样的啊 我们把它拖过来就OK了 到了这个付息呢 公式也是一样的啊 我们就可以把它拖移过来 这个地方你看 它为什么变成了零呀 就是因为啊 我们在拖的时候呀 它拖了这个值 你看 它拖了这个值的 把这个空档啊 当成了利率 所以说呢 这个就不对了啊 我们在计算这个利息的时候呀 我们这个C5 这个利率啊 一定要给它做一个地址固定 首先我讲过了 一定要用美元 5号啊 拿了号 来给它做一个地址固定 那么这样呢 你在拖的时候呢 它就会不会啊 那个值就会跟着 这个值就会啊 对我们拖着过来 好这样呢 你看就算出来了 那么以以子这样的方式呢 我们可以把它都合起来 一起拖啊 一起拖 来成绩啊 到了第七年年末 咦 它的期末欠款额啊 恰好等于零 大家看一下啊 也就是说这个环本付息啊 你算的对不对啊 就看最后一年末啊 你的借款长期结束之后啊 这个地方是不是等于零 等于零呢 我们这个就算填对了 那么这个项目的借款了 就一笔 所以我们只需要填第一个部分 借款利息 我们可以把我们每一笔借款利息啊 给它填在后边 填在后边 比如说我们做一个债务的这样的一个合计 我们可以填在这儿 因为这个项目呢 比较简单 所以说呢 我们就不填了啊 我们引用的时候呢 就直接去引用这一个付息的额度 就OK了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呃 在这个生产基因的利息啊 我们把它逐年的计算出来了 对吧啊 从头的计算出来 那么这个利息呢 我们还要回到我们的总成本费用表里头 不要忘了 我们是为了计算总成本费用表里头 利息支出 那么它就等于我们刚才算出来的 这个建设期利息的这个负息的这儿 好 那么这个只是长期借款的利息 对吧 那么在生产基因期啊 我们还有一笔基利息是什么呀 是这个流动资金借款利息 这个流动资金借款利息呢 根据我们的资料呢 它是说它借款额度100万 哎 它的这个利率是多少呢 是8.9 8.9 8.9 这是流动资金的借款的利息 那么我们需要把长期借款利息啊 跟流动资金借款利息呢 加在一起就可以得到这个项目的最后的总成本费用中的利息支出 然后我们可以把它多 成本的一年呢 就算出来了 那么大家发现 比如说到了第八年和第九年呀 它就只有流动资金的借款利息了 8.9 因为为什么呀 因为这五年呀 我们已经把长期借款都还完了 所以说第八年第九年呀 就只有流动资金了 好了 我们在引致的金资金成本折旧摊销利息支出的基础上呢 我们把它累计就可以来计算 逐年计算啊 它的这个总成本费用 我们把它加在一起 一定不要忘了写等号 加在一起 没有也没关系啊 我们也可以把它加在一起 它不像它的这个计算啊 每年 每项 加在一起 然后呢 一样 哎 我们就可以得到 这个项目在增产经济期七年 每一年的 哎 每一年的总成本费 那么这些呢 就是我们说的啊 这个项目的啊 基本的 工程经济要素 那么建设投资 建设期利息 流动资金 投资计划 总投资表 营业收入 总成本费用表 啊 等等等等 这些表格 都是来计算 这个项目的什么呢 它的这个 建设期 以生产经济期的 基本的工程经济要素